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件事講到月球 事實上這個月球的新聞 即使在其他平台我都講過幾次 但是我們要更新一下現在 各國是不是爭取這個月球 作為一個建造基地的先鋒呢? 是很多種不派人的登月計劃 其實突然之間這兩三年 是很多國家陸陸續續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講幾個月前就是印度、俄羅斯 接著後來是日本 到剛剛這個星期 美國的私營企業都一樣是照有 這些無人的裝置擺上月亮 另外當然我們也知道 中國和美國都爭取 就說要盡快去派人再登月 以及建立月亮基地 所以牽涉到周邊那些物資的建設 無論是在那個通訊設備 月球的地理環境的嵌拆 還有還有那個能源裝置的那些建立 其實就是很多東西去更新的 所以我們起碼知道 就算你沒有興趣看這些 再去不去月亮的那些東西都好 你都會看到一系列那些 新的科技是應運而生的 所以你會發覺很多新的消息就這樣出來 我們這個星期其實都有很多幾個新的新聞 有些都很令人驚喜 就是和這個登陸月球有關 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看這些新聞 我們是不是可以視之為 是一個建造一個長久的月球基地 作為一個開捐 但是你首先要解釋一下 就是月球在現在那個 就是太空競賽的戰略為始 為什麼它突然間在這幾年會變化得那麼重要 我想它就是在說 你如果要再去遠一點的地方 那其中月亮可能成為一個中轉站這樣 就算不要說純粹太空探索 那些派人出去的競賽 如果你能夠在月亮裡建立了一個基地 由月亮的那個高度來幫你去監察 圍繞著地球上面所有的那些通訊裝置 其實都令到你在那個月亮裡面 有一個比較叫做紮實的根據地 那我們都知道的 你說在太空競賽 就是你就算在地球上面 爭太空的制太空權 OK 那我們就是除了在衛星上面 去互相逼來逼去之外 就是建立太空站 以及建立定位系統 那如果你要站在一個更加高尖遠足 沒有人能夠制約到你的一個位置 來去控制靠近地球 而在太空上面飄浮的那些東西 月亮基地可以是一個的考量來的 那當然如果再看遠一點 未來要再探索得更加遠 譬如火星那些 那以月球為中轉站 又是其中一個的想法 那所以月亮很有趣啊 我們如果對上一次說 大家鬥上月亮 是說五、六十年前的那種冷戰時期的競賽 很多時候就是拿來去展示那個國力的目的 但是現在說的是那種 真是在太空層面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這個局面是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 不同國家都爭相發射衛星 建立太空站 以及去探索月亮 甚至就建立月球基地等等 但是在六十七十年代 其實去做到這件事只有兩個國家 為什麼今時今日會有這麼多個國家都爭要做呢 這樣說吧 隨著那個物料 就是越來越 就是技術成熟了 那個物料越來越好 所需要的那個成本會其實是低了 而那個風險也都會少了 所以就越來越多國家可以去參與這個競賽 我們數一數就剛才都提到的了 就是以前除了美國蘇聯 現在今天美國俄羅斯加上中國 再加上這個印度日本 已經是有好幾個國家就已經叫做說 宣稱自己有這個太空的能力 其實這些東西很多時候是一套的 你有了這個太空能力 也都是表現了 你在地球上面那種投擇定位 譬如是無論攻還是防 在一個軍事競賽裡面 你是不小心可以透過發展太空計劃 來展示自己這方面的攻防能力 好 那我們逐個逐個數了 就日本、美國、印度 我們由誰開始呢? 不如這樣 由剛剛這個星期最新的消息 美國那裡講起先 那個計劃應該是叫做 那個登月艇叫Odysius 美國登月就不是什麼新聞來的 但是我們知道接下來 又有SpaceX它會再次登月 那其實接下來就會有第三次 那個Super Heavy 就是由SpaceX起的那個Super Heavy 那個人類有史以來 最強勁推力的一支火箭 準備去幫美國運東西 去月球基地的那支火箭 就會再試射 第一次試射失敗 第二次試射 就多了一點點成功 但是還是成功不完 現在就相信等多一個多兩個月 就會有第三次試射 而且SpaceX在早一兩天前 也都公佈了第二次試射失敗的原因 稍後我再回顧一下 但是與此同時 也都有其他的私營公司 就將一些不載人的這些登月裝置 就擺了上月亮 也都準備擺在月球的南極那個位置那裡 因為現在我們認定了月球南極的位置 是最大機會是拿來給人類在上面建立月球基地的地方 這個登月艇就叫Odysius 而這家私人公司它叫什麼呢? 台長你記得嗎? 直覺機器 雖然一個不是太理想的翻譯 但是起碼大家知道 Intuitive Machines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它用這個名字 公司本身就是在德州的 但是德州一直都是一個太空科技 就是星空的基地 他就在剛剛上個星期 應該是我們上個星期節目出街之後 無奈就直播了它那個登月艇 就是Odysius的登月艇著陸 其實如果Odysius你看回那些希臘神話那些 就是一個周圍力險的一個角色 我講一句低一點 我們在中俄時已經讀的了 就是大家熟悉的穆馬屠勝記 其實在古代的希臘 它有兩部史詩 一部叫Iliad 就是講打仗的時候 打完仗之後 其中一位將領 Ulyssius或者Odysius 他就回家 但是回家途中遇到大風浪 流浪了10年 所以就是一個流浪的故事 其實就是地中海流浪力險記 現在就因為去到一個太空漫遊的環境 就拿了Odysius這個名字 它其實登月裡面 也都是做很多的陷探的工作 其實就是說 你還沒運到東西上去的時候 很多前期的陷探是需要去做的 我們之前一兩個星期都有提到的 就是月球它的月量原來會震 會不會都會影響到在月球南極建立基地呢 這個問題我們就是盡量想了解清楚一點 令到我們的風險降到最低了 那就講一下它那個降落的詳情 它的降落很奇怪 降落的時候 中間有一段時間就沒有了聯絡的 因為它需要去反向推進 令到這個東西很帥仔的落地 落了它之後 的而且開頭好像斷了聯絡 以為不行 誰知道在隔了15分鐘之後 重新獲得這個信息 獲得這個聯絡 於是就宣稱了降落成功 誰知道再過幾天的時候 再檢查一下那些儀器上面的參數 就發覺原來這東西 就不是靚靚仔仔打一棟站在那裡的 是整個打橫躺了 躺躺了 躺躺了影不影響到它那個任務執行呢? 那就是它的天線依然有能力指向地球 所以它那個鏡頭拍到的地方 拍到下來的東西 它繼續可以射個信號回來地球 它的太陽能收集板依然是用得到 但是你知道原本那件事 你擺在它整支東西打動站在那裡 上面靚靚仔仔 原本想著360度可以到處拍那樣東西 就是因為你整個東西躺躺了 就算你拍到 你可能拍到的東西 就和你想像中預期的東西就差了一些了 就等於你站在那裡看周圍的環境 和躺在那裡看周圍的環境 你看的東西會不同了 那現在暫時的事情又來到這裡 那它同樣跟其它 無論是印度、中國 還是日本去發射上去的登月儀器 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當這個月亮去進入它的黑夜的時間 太陽沒有那麼容易照到的時間的時候 那它就會是需要進入去優眠的狀態 所以現在這個任務就是盡量把握了 在那個太陽 就是照到 那還可以用到的時候 就用得多少得多少 到它優眠的時候 關掉它機器 然後再搏一下 它轉回去白皺的時候 能不能夠開著 那很有趣的 無論是在日本、印度和美國的儀器 現在都先後去遇到這個問題 那美國的任務現在是繼續的 但是印度的任務 上去之後成功著陸 但是它進入了一個黑夜 再回去白皺的時候 就已經開不著了 這件事經歷過 上下有300度攝氏度的溫差 高起來就是攝氏到100多200度 低起來就是攝氏到0下的100多200度 那就令到熱漲冷縮和電子零件 面對的挑戰很大 那現在美國的那個暫時還繼續 那其實很有趣的 現在大約就是 蒸月十五過了不久了 那所以還是那個月亮 那個向著地球那邊 同時間都是比較向著太陽 那所以就叫做 我們地球既可以跟它溝通之餘 它也能夠多有效地接收到太陽的光 那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你預期就是說 它下一次經歷了黑夜在白皺之後 什麼時候才能夠有效地再開啟呢 你就要搏下一個滿月之前那些這樣的時間 那這個機器上它想做些什麼呢? 那現在暫時就知道它都是做一些 就是地面的勘探工作的 其實就想將周圍那個地理啊 還有地質啊 甚至乎它地表的那些活動 就搞清楚了 那我們很希望就是 不要說去到時再慢慢找 就是盡量可以派多些東西上去 就盡量是做這些這樣的勘探 那所以就 因為一把東西放進去 如果發現那個地方不對呢 你沒得再動的了 那所以現在你會發覺 很多重複的任務 就是去做很多表面的勘探工作 那我的理解就是 因為現在要想在那個南極那裡 它建立那個基地呢 就是想周邊那裡 看看哪個地方最適合 就是在那裡打樁 在那裡建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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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再提一提了 那先前日本的計劃呢 美國的計劃 就那件事糞彎了 日本的計劃呢 就那件事整件 整件180度倒轉了 大家面對問題 就是降落的時候 有些東西卡一卡 於是就令它整個反轉了 甚至乎再滾多滾 就整件就180度上下倒轉了 那日本那個案子就麻煩一點的 是直接令到它那個太陽能板 不能夠展開向著那個太陽的方向 或者只能夠很短的時間 去接收到這個太陽光 就令到它這件事 擇住了你 不是很擰到的 還有你上下倒轉了擺了 變成你擇住了 你能夠去接受那個太陽光的能力 也都會變差了 但是有一個很驚喜的消息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就出現了 我們以為日本的探測儀器 就最多只能夠說自己成功著陸 甚至乎在幾個星期前 我去報導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簡直說日本是失敗的 誰知無奈就說日本那件事 就能醒來 可以一個短時間接收到太陽光 跟著當月亮進入了這個黑夜的時候 它就要休眠 那預算它開不回了 誰知在這個星期的時候 台長剛才也有出現的新聞出來 日本那一部叫Slim 日本太空總署發射這個叫Slim的儀器 能夠開回 那我覺得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因為相比於印度那一件就已經再開不回了 但是日本這一件呢 它就不是放在月球的南極的 它還要放在月球比較中間的位置 熱起來更加熱的 現在就是說呢 還要是開得回的時候呢 都要就著來開 擔心它曬得太熱就影響那些電腦 所以就盡量 就是它那個有效能夠使用的時間就短了很多 但是竟然它能夠經歷了黑夜之後 再開得回這麼大的溫差都能夠開得回呢 就令到它那個作業的時間就可以再長一些 所以就日本在它登陸的那個位置 附近搜集資料的那個能力會再多一些 暫時很難評估到它距離可以整個 就是最後能夠完成到的計劃可以完成多多少 但是我會覺得在這裡看到 日本它這些這樣的電子零件的設計那個的耐力 其實真的是非常厲害的 它既是那個距離著陸點那個誤差最少的一個儀器 而且就經歷了這麼極端的溫差也都非常耐用 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落地的時候上下就倒轉了 那令到它就削弱了它那個任務的那個完成度 凡小難完美的 那我們就看好那邊 好那邊就是日本在那個電子零件方面 它在現在在地球上面 我們相信都是領先很多國家 相反印度那個就應該是全線失敗是不是? 又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它原本的任務設計都是成功著陸 還有在上面做一個做了幾天任務就叫成功了 就是在他們的預計裡面 他們是原本是完成的 不過他們定的目標就沒有這麼野心大而已 趁著這節未完結之前 我很快的講一講 就是SpaceX那裡有什麼更新 原來在早一兩天在Twitter或者X.com上面 它發布了一個消息就是檢討第二次發射的時候 那時候就差一些什麼 如果大家記性好 甚至乎有看科學新知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直播的話 第二次發射就比第一次厲害的 整支東西上去之後就成功分離 但是下面那一節推進就不能夠翻回去地面 回來之前就自己爆了 然後上面那一節那個太空船繼續去的時候 也都出現了問題 後來都自我毀滅了 所以整個那個失敗的分析 就集中在為什麼那兩件東西分離之後都爆了 那現在下面推進的那一節叫Super Heavy的推進器 我們發現了在它重新燃點的時候就有失敗 失敗的原因就是那些負責出這個液態燃料氫的那些這樣的器材 那個隔類的裝置有阻塞 令到它不能夠維持一個適當的壓力 來繼續維持一個有效的燃點 而上面那支火箭為什麼又去不了目的地呢? 原來發覺它那個供應氧氣的那一部分就有洩漏 那個洩漏也都令到它整個燃點和推進 不能夠去完成了任務 所以也都是去自毀了 所以針對了這兩個這樣的誤差 SpaceX就已經公佈了它們已經是對症下躍 那就期待著下次的試射 那對上一次的試射是2023年的11月 那在2023年9月它就發佈了那個第一次試射的失敗報告 跟大家公佈了 所以公佈完之後兩個月它就再試射 那現在是2024年的2月了 那會不會去到大約4月的時候會有聲氣 會有第三次試射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這個我想它們很厲害了 每一次那個失敗它們都很快就總結到經驗了 是啊 而且就是頭頭尾尾 你見過時間 我們等就好像等幾個月計 但是其實以太空火箭的發展史來講 這是很快的速度來的 嗯 OK 好了 那我們這次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2022年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的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只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來的時候